我國中跟我媽媽一起來台北的原因是因為 我其實是受爆家庭長大的小孩 然後我們是連夜一起淘家上來台北的 有一次呢我在我表哥家 我那時候的戶籍地是在我表哥家 然後我在我表哥家吃飯的時候 突然有一個人按門鈴 然後我嫂嫂就去開門 可是打開門之後 外面是沒有人的 但是門的下面放了一支 就是當初寫的要殺我們的那一支毛筆 你是不是起雞皮疙瘩了 我開始就起雞皮疙瘩了起來 我走在街上我只要看到爸爸媽媽 然後牽著自己的小孩 我默默地走在他們後面 我都會默默地掉下眼淚 我會默默地掉下眼淚 哈囉大家好歡迎收看一年而在 我是主持人Tim 讓我們歡迎最近發行第四張專輯的蔡佳珍 哈囉大家好Tim好 他最近發行的那張專輯 第四張專輯叫做 那個BB 嗯念得很好 然後他有小教學了一下 那個BB 他其實前兩張就 哇就入圍了金曲獎這樣 然後那時候先講一個前眼 就是我那時候在網路上看到 你就是你PO了這張專輯的時候 然後然後我那時候看到 這個主題這個構想 我就超喜歡 謝謝 就是我能知道你經歷了 一定經歷了很多痛苦這樣 但是我覺得那對你來說 應該也是一個很大的突破 跟可能要挖掘很過去的這些故事這樣 一定很不容易吧 對這張專輯真的是不太容易 因為他就是在講一個 就是要不斷的去挖你心裡 過往的很多面向的一些傷痛嘛 那他其實是從家庭開始講起 然後講到成長的過程中 你可能在學校啊 你面臨到的一些可能霸凌啊 或者是你在你出社會之後 你到職場上面遇到的一些 可能不公平的事情 或者是你需要必須去妥協的一些事 還有現在的網路的一些輿論等等的 然後把它集結成的一張作品 對 我覺得這十首歌都是我的一個親身的 親身體驗過的故事 相對的也是現在很多人面臨的狀況 對 就是甚至有些人可能是不敢講 或是他可能有經歷過類似狀況的可能也有這樣 嗯我發現好像 就是我會寫這一張 嗯做這一張專輯 我有發現就現在的人好像 你好像面對那些傷口 你好像就是 就是忽略它 嗯 然後就是我們就是一天過一天 然後一年365天 然後就好像就這樣過去了 可是你好像都沒有去真正的去正視這個傷口 然後就讓它過去 但其實 它如果放在我們心裡 它是會累積的 累積 然後會越來越嚴重 那哪一天你爆發 你是不知道 那那是很需要被去處理的一件事情 那時候我聽到 聽到的時候 其實我就 有反思了一下 因為我之前其實也是很悶在 就是可能會比較隱藏在心裡 可能感覺你比較悶騷對不對 嗯 就是我不太會 可能即使面對家人 或是面對身邊的人 我都不太會把 就是可能經歷的事 可能跟他們講 哪怕可能是 我也是 對 就是想說 好像也許可是他 覺得別人可能不需要承擔我們這些 壓力 或者是這些東西這樣 我是一個報喜不報憂的人 像我對我媽媽 我 因為我是單親家庭長大的小孩 那我媽媽她就是 我在我媽身上我看到 應該是說 我媽做每一件事情 她都是全力以赴 她跟我講的就是 你做每一件事情都要很認真 然後她也是把我這樣養到大 那 我就覺得說 我在她身上 我看到她這麼辛苦了 所以我可能在 外面工作啊 遇到什麼狀況 我也是不會再跟她多說些什麼 就是報喜不報憂 然後一方面是我覺得 嗯 不想讓他們擔心 不想讓他們擔心之外 我跟她關係 我也覺得有點那種 相愛相殺 你們是會吵架 有一段時間很容易吵架 就是觀念啊 價值觀啊 很多都不太合 但是她已經 已經恢復的 慢慢的越來越好了 嗯 會不會其實 其實這個本身也是愛 這是愛 嗯嗯嗯 像我小時候 我媽媽她就是給我 嗯 可能她以前的教育 阿嬤沒有給她學這麼多東西 所以她會很希望在我身上 讓我學很多才藝 那我我國中的時候 她希望我考音樂班 那音樂班你知道就是 我的主修是單皇館 我的副修是鋼琴 那音樂班除了要補這兩個之外 就是還要再補聽寫啊 試唱啊 樂禮啊 就是很多很多 超級多東西 對那對我那時候來說是 附和很大的一件事情 因為我是接收者 我不是主動要去學這些東西的 所以小時候對我來說是一種 就是很大的一個壓力 是為了要滿足 媽媽的期待 對 但就是那段時間 跟媽媽有很多很多的磨合 那小時候不懂事 可能還會頂嘴啊 但媽媽可能 就是她也是愛的一種嘛 她就會說啊 你不懂事啊 這是我愛的一種 你就不要講話這樣 所以小時候 有一種補償心理的感覺 但長大後回想 回想起來就覺得說 哦 父母也是第一次當父母 那我們當小孩也是第一次當小孩 我們都是在 一個學習的階段 我們就是要更多的包容跟體諒 那只要知道他們的出發點 一切都是為了愛 那其實就好了 可是嗯 嗯 就是聽進去 然後這邊出來 嗯 因為你喜歡的 原本就是喜歡音樂 我其實喜歡音樂 但我補這麼多呢 其實不是為了家人 對 那我最終 我最喜歡最喜歡 我還是喜歡唱歌 嗯 你媽媽為什麼會特別想要你走音樂這條路嗎 或是想要讓你補 可能 但皇冠啊 或是鋼琴這些 一開始 嗯 我 我從小 我大班國小的時候 我是 我媽發現我有唱歌的天賦 然後 她就開始讓我去學唱歌 然後學唱歌之外 她還讓我去 我以前住嘉義嘛 然後嘉義那時候有 所謂的 拿卡西跟紅包場 她就想要讓我去那邊訓練膽量 對 我是 在這樣子的環境成長的 後來 國小都是在那樣子 就是我國小的時候 都要在拿卡西紅包場 我真的都是唱半夜的 都唱到兩三天 就等於童年生活幾乎都要那樣度過這樣 對對對 就是一方面是幫家裡 還債 對 就是賺錢之外 然後也是 媽媽就是想要我訓練膽量 然後到國中的時候 也不知道為什麼 她突然就叫我要考音樂班 我不知道為什麼 她就說 那本來是要學長笛 後來 因為音樂班長笛跟小提琴 是最多人報名的 所以她就說 不然你就學單黃館好了 那是最少人報名的 而且單黃館超貴 超貴 一直好像要 八 那時候要八萬多 超貴 但是妳媽媽還是為了她 就是想要讓妳進一月半 所以她 對 就給她買下去 哈哈哈哈 但妳其實本身不是想念音樂班的 我本身真的不想要 有沒有試著就是問她說 就是想要走什麼 那時候妳其實如果撇除掉音樂班的話 妳自己有想要走什麼樣的 我那時候真的沒有想太多耶 我覺得我小時候真的是 大人叫我做什麼 我就做什麼耶 小時候沒有太多的 特別去規劃未來 對沒有 我感覺我好像就是一直被 叫妳幹嘛妳就幹嘛 去哪妳就去哪這樣子 所以 我到 我到國中的時候跟我們媽一起來台北嘛 我們是 因為我 應該要怎麼講呢 我國中跟我們媽一起來台北的原因是因為 我其實是受爆家庭長大的小孩 然後我們是連夜一起淘家上來台北的 那國中那個階段其實也是蠻難熬的一個階段 因為我們一直搬來搬家搬來搬去 然後一直到我高中 我也是讀表演藝術相關的科系 我是一直到去比明日之星的時候 我才開始意識到 我好像真的只是很單純喜歡唱歌這一件事情 對 所以像因為妳是2010年去明日之星 大概差不多十幾歲的時候這樣 但是那時候去明日之星也是妳 是妳自己的意願嗎 就是妳自己想要去 還是其實是家人 沒有那時候是因為我在 我搬來台北的時候 因為我們那時候家境不好 然後我跟我媽媽偶然間看到電視廣告說 只要妳 只要妳獲得冠軍妳就有100萬 那時候真的是為了想要賺錢 所以才去比賽 我連海選都是拍第一個 真的是為了100萬去的 然後也不知道為什麼就這樣比了 就比了快兩年的時間 真的是所有選秀節目比最久的一個參賽者 中間當然也有失敗被淘汰 然後後來又回去 對後來又回去 而且妳其實還不只比明日之星 妳還去比了超級偶像 那是PK當魔王 就等於說這些其實都算是 都不在妳的計畫之內嗎還是 對PK魔王那個是不在我的計畫之內的 因為我比完賽的時候是20歲 那20歲比完賽的時候 我是沒有馬上就簽約 因為我那時候想要完成學業 那因為冠軍後還是有很多的工作找我啊 我那時候就自己當自己的經紀人 所以其實那時候也有被很多廠商 就是會常常看我小妹妹 然後會說我們預算很低啊什麼的 就是這樣就是那個過程也是這樣過來的 那中間有很多選秀節目也會找我去當PK魔王這樣 然後後來是我好像又有回去參加那魔王比賽 因為我本身還是很喜歡表演嘛 然後那個原本的那個節目後來又換型態 然後才我又回去參加 然後才被當時的老闆看到我 然後才問我說要不要發片這樣子 然後最後才簽約 對 哇人生真的是很多轉折 真的而且我這中間我還有組團 因為我是我大學的時候是玩樂團的 對 那應該就是自己喜歡所以組團的吧 對就是好朋友一起 很好奇那時候 然後你組的風格大概會是跟現在 電音完全不一樣 完全差很多耶 完全不一樣 哦 但是算是熱音社 熱音社 嗯 那David Guetta 對我們就玩那個 完全不一樣 完全想不到現在 就是跟現在又完全是大相競盡 都會看一些國外的那種電音趴啊 我們在戶外的那個啊好high哦 就什麼Wonderland那種 之類的 你剛才其實有說到就是算是受爆家庭 嗯嗯嗯 你現在有原諒了 已經原諒啦 因為我在做這張專輯的時候 我就是想要處理這些這些傷口嘛 那其實我真的是錄完歌杯當寡故這首歌 然後製作完這張專輯後 我就覺得跟過往的一些愛恨情仇 真的就是一筆勾銷了 就是我會覺得說我們過往的一些傷口 你真的要去誠實的去正視它面對它 它才會真的是慢慢好起來 我們不能去忽略它 你耗了多久時間那時候 這十年其實那個陰影一直都在 然後我一直在忽略它 那其實那個過程中我覺得 也可以跟大家分享 我就會可以拍成一部電影 我是我國中有一次 然後我是早上起床的時候 然後看到我的 我的生父 然後他在我們家 因為他長期有 對我媽媽有施暴的行為 然後在精神上面 我也一直覺得他怪怪的 但他是不會對我動手的 他是對我媽媽 然後有一次我早上起來要去上學 我就看到我家的牆壁 全部都是用毛筆字寫要殺我們的字 就是寫殺 全部 然後我就嚇到 趕快打電話給我 你是不是起雞皮疙瘩了 我剛才一瞬間起雞皮疙瘩了起來 很恐怖 然後趕快打電話給我媽媽 我想說到底發生什麼事 然後我媽媽就跟我講說 沒關係你先去學校 然後我就去學校 後來中午的時候 我就聽到學校的廣播說 請蔡信芳 我那時候還叫蔡信芳 請蔡信芳同學到教務處 然後我就過去 我看到我媽媽跟我的表哥 坐在沙發那邊 然後 我表哥就問我說 我們就是討論完之後 我們可能你放學的時候 我們要趕快到台北 然後表哥會協助我們這樣 我那時候也沒有想太多 但我看到我媽媽好像很害怕 我就說喔好 然後我放學回家的時候 我就看到我媽媽在兩個小時內 我那時候我生父還在房間睡覺 我們兩個小時內 把所有家裡全部的東西 都搬到半家公司上面 在表哥跟警方的協助下 我們就半夜就是 就上來台北 然後呢 因為我那時候是國二嘛 我要上學需要戶籍地址 所以我生父要找我 其實也是找得到 因為他只要去護診室所查我就查得到 有一次呢 我在我表哥家 我那時候的戶籍地是在我表哥家 然後我在我表哥家吃飯的時候 突然有一個人按門鈴 然後我嫂嫂就去開門 可是打開門之後 你外面是沒有人的 但是門的下面放了一支 就是當初寫的要殺我們的那一支毛筆 是不是很像鬼片 恐怖片 很恐怖 那後來呢 後來 為什麼一陣安靜 我想聽後面 後來就趕快 因為我們那時候已經申請保護嶺了 後來就趕快打電話給警察 跟他們講這一件事啊 可是其實我 我之後表演 我都會有看到那個主持人 我下台的時候 我都有看到主持人給我紙條 就是說 剛剛有一位先生請我給你這張紙 就是你生父 對他就會寫他的姓名 然後電話這樣子 之前啊 現在不會了 他希望你找他 對他希望我找他 很恐怖 可是他希望你找他是因為他想要 我不知道 其實我真的不知道 而且我覺得自從 因為其實我小時候 我出生到我國中的時候那段時間 我媽媽其實他是在很高壓的狀況下 就是這樣的日子過生活的 他一直都是就是逃不出來的 他也不知道怎麼逃出來 但我很 我覺得我媽媽他很勇敢 對 對 我覺得你也很勇敢 我 就是等於說你們都經歷了這些 但是你們 我覺得算很冷靜 就是如果可能一般人可能 嚇死 可能嚇死 對 但是你們選 就是你們很冷靜的處理這件事情 即使當下是很可能害怕的 但是你們很冷靜的 就是處理這些事情 讓我覺得很勇敢 然後包括你後來 就是你到現在 你說十年的時間 十年 對 然後慢慢去挖掘這些 就是把這些 變成可能作品 這件事情應該也是很大的煎熬 對 像剛剛那一首歌 家暴的那個議題 歌名叫做歌被等我故嗎 那我前面我就寫說 就是你到底要怎麼交換 黑色白色就是鍵盤上面的黑鍵白鍵 八十八個鍵到底要怎麼交換 才能寫出最痛的歌 然後後面就是寫 為當吹起的爪 聽這麼老百 為塞打人的後 沒要尊散 往東也不是 往西也不是 你到底要怎麼逃出那樣子的狀況 那我到底要等多久 這樣子 然後這首歌有被拍成MV 對對對 要不要分享一下MV MV 嗯 這次MV我是 我重回我大學的 因為我大學是大眾傳播系 那大眾傳播系就是要拍片 那我以前就是擔任直片的角色 我覺得我又重回以前那種 畢質的時光 對 那這 這首歌我把它 因為它是一個 它的地點是在觀音的一個 很像沙丘的地方 那沙丘它就是一個 一望無際好像很空曠的 一個場 就是場域吧 場域 但我找了一個 一個現代舞者 然後我用一個布 把它蒙起來這樣 大家都以為那個是我 其實那個不是我 把它蒙起來 那那個意象就是在講說 在一個這麼寬廣的地方 可是我怎麼逃都 逃不出去 我往東也不是 往西也不是 往前也不是 往後也不是 然後被困住的感覺 有一種那種窒息感 本來有想說我要不要對嘴 可是我發現我如果對嘴就是 我就覺得太現實了 因為它這首歌的歌詞 它沒有很白話 我覺得要讓它再有那種想像空間一點 我覺得這張應該都 都不算太直接性的表達吧 接下來這首歌是 就是算是這張專輯的 算是專輯名稱 要不要來分享一下 它就是一個前陣子燒很兇的 一個MeToo事件 可是我覺得雖然現在已經 比較少談這一件事了 但每天還是持續的 有很多人被還是有在發生 不管是可能 不管是言語上面行為上面 還是一直不斷的有在發生 或者是有時候我們會覺得 對方可能會覺得在開玩笑 可是如果當我們不舒服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那個就算了 所以我會想要收這首歌 也是因為我 當然我之前也有經歷過這樣的事情 然後我會覺得說 如果你遇到這樣的事情的時候 我們真的要在當下就要立刻 不喜歡就不喜歡 我們要勇敢的說說不 你這首歌有拍成MV 然後是用one take的方式嗎 對在錄音室裡面是one take 對然後我很喜歡MV的裡面的一個小細節 就是它我應該是說拍攝手法 我很喜歡 它裡面它是用有好幾幕 它是用了慢速快門 就是它把那個幀率降到低 然後就是快門速度降到低 然後你一走動 對 然後它就會有殘影這樣 然後那種就還蠻喜歡的 然後其實這個 就是應該說也扣合到這張專輯 因為這張專輯的方面就是 你就是有算是用膜包包住整個房間嗎 就是有點也就是暗喻說 就是其實就是看不到房間裡的大象的那種感覺 然後你再把它畫 對割那個樹膜 塑料膜嗎 對就把它割破 就很像那種傷口把它割破的感覺 對就算是它也是 就是包那個也算是呈現你的內心世界 嗯 然後像房間裡的那些箱子啊 一個一個箱子 就代表我們心裡的秘密跟恐懼 然後那隻大象 房間裡的大象的屬宴就是在講說 我們心裡有很多的恐懼 我們可能都已經大到 我們已經視而不見它了 可是我們還是每天都在過一樣的生活 我們都沒有去處理它 那那個BB的那一支MV 我自己也是蠻喜歡的 因為它整個的色調就是藍藍的 那藍色就是比較憂鬱的嘛 然後它就是在一個房間裡面 然後用一個塑膠的一個把它包起來 它有一點窒息感的感覺 然後連沙發桌子都把它包起來 對我就覺得那個呈現我自己還蠻喜歡的 就是有點把那種秘密嘛 或是那些故事把它封起來 就是埋藏起來這樣 但是你最後其實有劃開 也就是代表說其實有些是 應該也許是需要就是破繭而出的 應該是這樣 我的理解是這樣 我蠻好奇的是 你現在還會 因為其實你上一張有無愛 你一張有講到可能迷惘啊或什麼的 然後我很好奇你現在有沒有迷惘或是恐懼的事情 迷惘或恐懼的事情 還是其實經過這一張之後就比較還好 恐懼嗎 其實我是一個很膽小的人耶 看得出來嗎 我是一個超級膽小的人 可是我覺得我很幸運的是 我身旁有一群 只要我陷入到泥沼裡面 有一群朋友會一直鼓勵我 然後帶我離開舒適圈 因為我有時候我會很懶 我會一直很想要待在舒適圈裡面 可是我那群朋友說不行你要趕快起來 你要趕快突破 然後我會覺得我的那個 有時候我會陷入到那個恐懼裡面 那恐懼 另外一個層面就是 會因為恐懼是因為你沒有去嘗試過 所以你才會恐懼 然後 我會覺得說意念很重要 它是一種選擇 就是 主要還是要回到自己 就是自己的結才能自己打開 對 它是需要練習的 你的那個信心是需要去練習 需要去操練的 其實我現在每天還是在練習這一件事情 直到現在也還是會 我覺得這是一生都要去練習的 信心這件事 你本身就比較偏自卑嗎 自卑嗎 應該是說比較沒有信心 對我很容易把事情想到最壞的 就我去做一件事我都會先想說 嗯它如果最壞會變成什麼樣子 但不行 意念很重要 我要先想到好的 它才會去好的地方 跟我完全相反的人 跟我完全相反 你是會想到 我完全不會想啊 我就直接衝了 那我真的是要跟你當好朋友 我身旁朋友就是跟你一樣啊 就是 就是我覺得我現在要練習的 就是我要去做一件事情 我要直接就要對我 就是我要 就是要告訴自己說 要直接往好的那一條路去想 然後要想每一件事情都有最好的安排 對最好的那個方向 我的方法是 我完全不會想不好的事情 就是我壓根就沒有這種想法 你好棒 好天啊 沒有一開始我就會 就想說啊那就衝啊 反正就衝就對了 反正就一定會有 就就會有結果 那怕是好的壞的 那就到時候再說 你真的很棒 我是這樣啦 真的很棒 而且我深自相信就是 這宇宙所有的事情 都是意念所組成的 就是你相信什麼 它就會成為什麼 對 你相信它會是什麼樣 它就會長成什麼樣 我很需要 我真的很需要 我上一集才跟來賓講 那個吸引力法則 對 然後你就問那個吸引力法則 我是一個月 然後會再畫一天 就一天可能磨一個晚上 然後我就把它手寫下來 然後我就貼在我的書桌的前面 然後所以我每天就會看到它 然後我就會想說 那我接下來要該怎麼做 我跟你說 我也有做過這樣的事 我在每年過年的時候 我會做一張夢想圖 你知道夢想圖嗎 我做這麼大的一張夢想圖 然後我把我腦子裡面 想要我今年做的事情 我去網路上找一些圖片 然後Key我的臉 然後把它貼上去 就我今年我可能 我今年想要完成一張 有影響力的專輯 那我就印一張專輯 然後上面Key我的臉 然後 貼上去 然後可能我今年要幹嘛 我今年要去爬玉山 然後什麼的 就是很多夢想圖 然後放在我的房間裡面這樣 你今年有寫 我今年有寫 你記得你今年寫了什麼 嗯 我想一想 一張有影響力 以及生命力的一張專輯 這張有 這個有 其他的不好說 但是代表說你也有做 就是你有做到 有有有 就是這些事情 嗯 對啊 那代表就說你的信義 就是 所以我說我一直在操練這一件事啊 對 可是就因為我本身的個性 我覺得我天生個性就是很 就是會想到比較不好的地方 對 所以我 我覺得我還是一直在 會很多的糾結 所以你說你會糾結在 可能說要不要做嗎 一下子會說 OK 我們去吧 一下子另外一個聲音就說 蛤 我有點害怕欸 另外一個聲音就說 你在害怕什麼 去吧 喔好吧 天使跟惡魔在打架 這樣的感覺 然後接下來這首歌是 黑洗烈期待 就是那是你的期待 不是我的人生這樣 然後其實在開頭的時候 你有其實你有說到 就是家人 有可能要彌補音樂 或是那些唱歌的人生故事 一開始講的 對就算是 有點算是補償 就家人補償心理 就是想要補充他們 可能他們過去缺失 或是他們的內在小孩吧 希望小孩能成為他們 理想中的樣子 但這個理想中的樣子 是不是小孩想要走的 這就不一定 嗯 我覺得這好像都要去思考的一個問題 很多人可能真的就是真的會 可能會真的就是照他們走 然後的確可能有人真的走的還不錯 那有些人可能真的照著走 但是可能沒有走到好的結果 然後可能會反過來怪爸爸媽媽 那有些人是完全不理會自己走 然後可能走出自己想要的生活 然後有些人是照自己的想法走 但是沒有走出自己想要的生活 這樣大概有這幾種方式這樣 像我媽媽以前 有時候我跟她講說 我不想要學這個 不想要學這個 她就會說不然你也沒有 因為我學科很爛 她說你也沒有辦法去考什麼老師啊 不是爸爸媽媽都會 教我們工職類型 什麼警察 老師 律師 工傑什麼的 對他們好像既定印象 都會有這樣子的表情 就希望是比較穩定一點的這樣 然後可能可以吃飽穿暖的生活 對 結果我們都走了 就是可能另外一條路這樣 對 你有想到你後來真的踏上了歌手的條路嗎 可是我小時候就開始唱歌啦 像我小時候我就開始在唱歌 可是我因為我是獨生女 然後我以前我在家的時候我會自己開演唱會 我是以前其實我有明星夢的 我會假裝自己 我的伴家家酒就是我在家裡自己開演唱會 然後會想像前面好像有好幾萬人這樣子 然後我還會很大聲說 後面的朋友 你們的叔叔在哪裡 我會自己在家這樣子的玩 所以我小時候好像就好像有一個 有這樣的夢想 對 那你現在打成了 吸引力法則嗎 因為你一路也是 你看你說音樂班 然後雖然不是可能當初不是你想要 就是你人生中的規劃 但是你家人就是也是讓你走這條路 然後你後來真的就成為了 算是你自己喜愛喜歡的生活 你這樣講我好像就已經連貫起來了 因為我小時候我就想說 我以後想要在舞台上面開演唱會 我想要當歌手 所以我現在長大我真的當歌手 真的是吸引力法則 就是你以前 就是你真的逐漸在往這邊靠近 喔 酷 所以你只要想著你接下來 你只要吵著 就你有一個計畫說 那你接下來你想要什麼 然後你就逐漸往這邊靠近 那你接下來就會 可以照著你想要生活去 嗯 只是他不是一觸可擊的 這真的是需要時間去慢慢累積的 嗯 那我想問一個 就是你當上可能歌手這條路 你會很在意別人的眼光嗎 超級啊 嗯 有曾經有 因為我是一個超級在意別人 別人眼光的人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也有覺得可能是我原生家庭的關係 因為我 我媽媽對我也是很嚴格 她 在跟我講話的時候 她總是會 用一種很比較否定的言語在跟我講話 所以 我可能 會在工作上面會 對於別人跟我講話 我都會比較 敏感一點 嗯 會比較去看那些小細 聽到小細節 然後我自己也是很困擾這件事 然後 我會一直告訴自己說 不要去過多的在意跟放大這些言語 嗯 他們可能本意也真的 也可能也沒有什麼意思 不是這樣 嗯 我大概能懂 因為我家人其實之前也是 他們就會說啊 他們都 之前全部都會用否定來回答你這樣 就他可能會說 啊 你考不到滿分 或你考不到什麼第一名啦 你不用去想這些 你要做什麼 啊不可能啦 人家都沒做到你做到什麼 好討厭喔 那也是像這種 對 但是我不會管他們 我就是 你不會管他們 我要跟你學 以前會 以前有一段時間會很 就是可能剛開始的時候 被這樣說的時候會很在意 我就會說我要證明給你看 我就那個叛逆小孩 我就說我要證明給你看 然後後來也事實就是 我們做到了 嗯 而且我覺得我中間有一度會 比較迷惘啊 然後對自己比較 沒有自信的時候 我就會回想 為什麼我 我內心深層 為什麼到底 為什麼會有這些因子 真的是 我會 最 最核心的那個 是因為我想要得到我媽媽的肯定 但其實 我又回過頭想 其實我媽媽早就肯定我了 只是她表達的不是很完整 對 她可能只是用一些她肯她想的方法 的愛 或是言語 來跟你講 但是不見得是肯大 或是你 或是難接受的這樣 嗯 可是我現在有慢慢比較好了啦 我覺得我 是上一張我愛三十歲那一年 我就是 嗯 在生活上做了很多的調適 然後在心境上也有很多的轉變 我才有慢慢 在生活上比較過得比較自在 然後比較 比較舒適一點 嗯 就是做最舒服 覺得有點像接近最舒服的自己 嗯 最舒服的狀態 嗯 你說你 那時候是為了 就是可能 家人的肯定 嗯 那時候對你來說 痛苦 很痛苦啊 感覺好像做什麼事都會被否定 然後會不知道 就是感覺你已經很努力了 可是為什麼好像 你在意在乎的人都看不見 然後你已經不知道 要怎麼做了 而且我是一個做什麼事情 我都會盡全力的人 因為我媽媽就跟我講說 我媽給我的教育就是 你做什麼事情一定都要盡全力嘛 但我後來我發現 我太認真過生活了 我太用力過生活了 嗯 我知道三十歲 那一年 我覺得我好像真的好累 我不知道我是為誰 為誰努力 我好像都沒有為了自己 然後 我那一年也 當然也是發生了很多事情 然後 我是某一天不知道為什麼 我就突然醒了 然後我就覺得 我要好好的為自己而活 然後我要 然後慢下腳步去好好感受每一天 我選擇在咖啡廳裡面 好好喝杯咖啡 因為我以前四年 在咖啡廳裡面 好好喝杯咖啡 我都覺得浪費時間的人 喔 然後現在覺得可以慢下來 體驗這個體會這個人 而且我想要跟大家講的是 就是 你在做每一件事情 用盡全力是好的 可是它不應該成為你的負擔 換一句話說 有時候人生可能會很 在這個可能忙 也許是 社會上可能節奏浮掉很快 所以大家很努力的 就像踩腳踏車一樣 很努力的往前行 但有時候卻忽略就是 按個暫停鍵 然後 換下來 慢下來 問自己到底要什麼 對 哪怕可能你停下來 可能會花一段時間 然後或者是 你可能會走一點彎路 那又如何 對 像我從小就開始在賺錢 然後我家庭 又是這樣子 然後 我覺得 我30歲以前 我每天 我真的都沒有休息過 我一直在賺錢 一直在賺錢 然後 我也不是 我賺錢賺到 我會不知道 我到底要賺到什麼時候 而且你那種感覺是 就像我專輯裡面 有一首叫深坑 慾望 人的慾望是很酷的 真的是無底洞 它就像深坑一樣 你掉進去了 你會不知道怎麼爬起來 而且你也不知道怎麼停 好像你手上有100塊 你會想要再有200塊 200塊 你會不會有300塊 哇 感覺好像就被吞噬了一樣 很恐怖 然後 我30歲那一年 我真的覺得不行 我真的要停 所以你後來就 放慢走步 對 我後來就真的是 回歸於林 我選擇 我去做一些 我以前沒有做過的事 我去爬山 我去 前天 昨天還前天 我終於有休息的時間 對 我去爬山 我去露營 我去運動 我以前從來都不會做這些事情 然後可以問自己到底要什麼 我可以問一個比較深一點點的 嗯 你曾經 討厭過 後悔過 後悔過 你的人生嗎 後悔過 就是為什麼要 可能會要經歷 自己要經歷這些 有 我會覺得 天啊 我為什麼要 我怎麼會在 啊 再講之外 也不知道到底是好還是不好 沒關係 小時候不懂事的時候會覺得 為什麼我不是出生在 家庭幸福的 的家 就是 家庭 對 我走在街上 我只要看到 爸爸媽媽 然後牽著自己的小孩 我默默地走在他們後面 我都會默默地掉下眼淚 我覺得那個畫面好好喔 好漂亮喔 好美喔 可是我好像這身中都沒有 這樣過耶 然後我就會好羨慕 對 然後或者是 我就會很羨慕 一家人一起出去吃飯啊 一起出去玩啊 對我好像 都沒有這樣過 我有一度會覺得為什麼 天賦會讓我 在這樣子的一個家庭 然後會 讓我遭遇 這麼多事情 這麼多 真的我真的是 人生很荒謬喔 就是我會覺得我真的是 發生太多太多 太多事情了 然後 可是我現在回頭想想 很多事情都是你回頭看才 看得懂的 我覺得那些都是我 我的養分 它要使我 更加的 茁壯跟 成長 讓我可以把我的經歷去祝福 和我有一樣經歷的人 我現在的感覺 是這樣 所以 你選擇用 唱歌的方式 衝作的方式 嗯 來療癒大家 嗯 在我的作品裡面 哪怕是 當時可能經歷了多麼 痛苦 或是 的掙扎 嗯 很不容易 那都是 對 而且你要相信 當你在你很低潮很低潮的時候 你已經覺得你人生很絕望的時候 你真的意念真的很重要 你要相信前面有一道光 帶著你 前進 只要你願意 say yes 你前方一定有 很美好的事會發生 就像我這張專輯的最後一首歌 say yes 一樣 我這整張專輯 一到九首 都是我人生的故事 還有我對 這個社會的所有的觀察 那些 很多不敢講的議題 大家可能視而不見的事情 有時候我們會覺得 人生很絕望 你可能掉落到神坑裡面 你爬都爬不起來 但你真的只要相信 前面有一道光 它會帶著你去你想要的地方 你就會走上不一樣的路 你曾經很絕望 我曾經很絕望 嗯 感覺 快窒息的感覺 不知道為什麼 我就會一直有一種負擔 就是我就會覺得 好像天父要我去 讓我經歷這些 要我去告訴那些和我有一樣可能 有家暴的啊 受暴家庭長大的小孩 或者是你在面對感情上 或者面對你在 你被欲望吞噬的這個狀況裡面 你走不出來的這個經歷你 你要去給他們一些訊息 你中間真的有一度會懷疑自己 我真的要堅持下去嗎 你曾經有過這個想法嗎 有啊 我會覺得說天啊 我到底要再繼續唱下去嗎 我要堅持下去嗎 可是我記得有一個前輩他跟我講說 你在這個圈子 你不要想 當你想你要很紅 還是你想要 應該是說你那個得失心 你當你有那個念頭 你想要怎樣的話 你好像就不在那個對的位置上面 你要拋開你想要的那個欲望 就會迷失 對你會迷失 你就是專心做好你要的事情 在上坑的時候你有講到 就是 算是你之前有 比較追求於名利 民生 我覺得是 主要是 金錢這一塊 對我會一直想要 賺很多很多錢 然後可能是我 我跟我媽媽以前有辛苦過 我們剛來台北的時候 我們是身上完全 連一百塊都沒有 然後我媽是去 我家附近的咖啡廳洗碗 然後她都會拿那個客人的 剩的那個蒸蛋 不吃的那個蒸蛋 然後我放學回家 我就會聞到電骨的那個蒸蛋味道 每天 對 我不是有這樣的日子 就是 我這樣過過來 所以我也對 我覺得我好像 把那個 就想要賺錢的那個欲望 會把它擺在第一順位 可是我覺得同時也被那個 這個欲望吞噬 然後讓我很不舒服 我覺得 嗯 賺錢這件事情 本身不是 不是壞事 對 我跟妳分享一個 之前在肯上上一份工作的時候 然後我 因為那時候我就是攝影師 然後我就會 跟他跑一些 類似的交際的場合 然後很多人就會 比較注意可能你穿什麼 你用什麼 這些 然後去判斷你的地位 雖然我是 我自己是 我是對於那些是 比較 可能現在對我來說 我沒有那麼的 在意這些東西 可是那時候我看到的時候 我會覺得 你不舒服嗎 還是你因為 I don't fucking care 哈哈哈哈 我那時候覺得 這個 這個社會 嗯 就是 這麼現實 嗯嗯 對 我沒有 我沒有說他不好 或是怎麼樣 只是我覺得 這件事情 好像 就是我覺得 好像這個社會有點太 嗯 嗯 那時候有這樣 這樣的想法 嗯嗯 對 還有一首歌 是驕傲的玫瑰 哦 對 對 對 他其實就是 你就是隱喻那個嘛 蕭王子 對 我去看他那個 音樂劇 我覺得他就是一個 人生的一個 我們都要去走的一段 對 旅程 而且他到每一個星球 遇到的每個人 每個人都也都不一樣 我們現在 會遇到的各個不同的神 人或是客廷 對 所以我超喜歡這個故事 然後我覺得 我很像裡面的那朵 玫瑰花 嗯 那朵玫瑰花就是 他常常會講出一些 很傷人的話 然後他對小王子 很 講 講出來的話都會 傷了小王子的心 但他其實也不是 真的要傷小王子的心 他是 害怕受傷 所以他要去傷害 所以他要去傷害 對 嗯 然後驕傲的玫瑰花 他其實 就是這樣子的一個 以玫瑰花的視角 去穿搭 這樣子的一個故事 嗯 但其實也是有人愛著 那朵獨一無二的玫瑰 嗯 就像你也是獨一無二 可能獨一無二的 就像那朵玫瑰一樣 也是獨一無二的 嗯 我很好奇是 會有 會有不安全感嗎 我嗎 我 我蠻重的耶 像我剛剛跟你講說 我很多事情都會 想到最壞的 比較小心 最壞的 所以我很需要我身旁的人 去 把我 拉出來 嗯 然後 你知道人類圖嗎 嗯 我知道 我是反應者 我是需要28天週期 嗯 然後我又是什麼 四分之一 我是極少數的人耶 看得出來嗎 看不出來對不對 那你有因為人類圖更認識自己 有 我比較認可自己 因為一開始我 我還 我會去做人類圖是因為 我一開始我很 想說為什麼我一直這樣 變來變去 我可能今天是這樣 明天是這樣 後天是這樣 我覺得我好像 我連我自己都拿不定 然後我就 那個心情是很焦慮 很焦慮 很沒有安全感的 後來我朋友說 因為他們可能也看不下去 他說 不然我們去試試看 人類圖好了 然後我就去說 原來我是反應者 OK 我了解了 接受自己 我現在很開心啊 我覺得也就像 這張專輯最後一樣 就是 你哪怕前面可能經歷過了很多 不同的 可能讓你 焦慮的 或是可能讓你 很痛苦的 但是最後還有一種 慢慢走向好的 慢慢破解而出的人 嗯 今天跟大家說 秘密就是 我是個反應者 我的秘密 真的假的 你沒有講過 我沒有講過 那你是什麼 我是顯示生產 啊 蠻像的 我們先做節目 好 等一下 再慢慢來聊 好的 沒有 我想說就是 其實 也就像最後說的 就是其實 哪怕前面經歷過在做的 痛苦增加 但是最後 也許 就是會 有一道光帶著你前進 嗯 然後 我也很想跟 就是家政講說 就是也許 因為過往的事情 讓你變得 對很多事情 也許有恐懼 但其實 你要知道就是 其實還是有很多人愛著你 就是產出這張專輯 一定很不容易 因為光是 挖掘最內心的故事 及傷痛 就能想像你撕裂了 多少的傷疤 但是這張創作也能看到 你的堅強 因為這個過程一定很痛苦 也許你曾經經歷過的地獄 但謝謝你沒有被黑暗吞噬 而是選擇不帶向陽 且透過唱歌 及創作 給了很多人前進的動力 及力量 然後最後想特別說的是 就是其實也不用特別減重 因為你在大家心中都其實是很完美 就是都一定是最完美的 就是希望你一切健健康 平平安安的就好 哇 謝謝你 也太感動了吧 哇 謝謝你 我覺得 因為就是 製作這張專輯真的發生了很多事情 然後過程中真的很不容易 然後每次上節目啊 上電台啊 然後聽到 像你今天跟我分享你的故事 還有你聽到這張專輯的一些回饋 對我來說都是 給我很大的鼓勵跟 嗯 帶我走向 就是 不 就是推動我走向我 繼續做音樂 繼續唱歌這條路 謝謝 謝謝你 給我這一段話 是 對很感動 嗯 謝謝 我也很感動 謝謝有你的作品 就是你真的選擇 就是 不但向羊 而且療癒 可能療癒 也許是可能歌女朋友 或者是可能也許有共同經歷的人 然後這段真的很不容易 對 然後你們要選擇被黑暗吞噬 因為有很多人其實有可能是被 黑暗吞噬的 謝謝 謝謝 好我們還有那個 最後還有那個 昨天我在那個 限動問了那個 歌迷問答 嗯嗯嗯 然後我們現在就來回答 歌迷的問答 好 那第一題 好奇 《吉人吉利水》的創作是出自於什麼原因收錄這首歌 然後是有想到什麼樣的情境來描述這首歌 嗯 這首歌它就是在講述現在大家 在網路上面可能都比較在乎 點擊率啊 觸擊率啊 或者是很容易帶風向這件事情 那大家都不在乎真相 真真假假假假假真真 然後可能 嗯 我們都看到受害者受傷 我們都沒有辦法幫他做些什麼 因為我們怕我們成為下一個受害者 我們怕我們被貼標籤的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但是也有可能成為一隻加害者 對 嗯 而且我它其實就是在講一個旁觀者效應 旁觀者效應就是我剛剛說的 嗯可能 嗯我很心疼你 但我不能幫助你什麼 因為我怕我成為下一個受害者 其實我好 我覺得 有時候 因為 嗯我會想要寫這首歌 是因為我之前也有經歷 看到我身旁朋友 有經歷這樣子的事情 但我發現我真的沒有辦法幫他做些什麼事 我就看到他真的就是被 很多人攻擊 然後所有的焦點都在他的身上 然後他就是 很受傷很難過 但我真的不能幫他做些什麼 然後我就覺得 欸我好像還變成旁觀者這樣 但是妳有默默的陪他 我有默默的陪他 嗯 但是社會的導向就是好像 都是變成在另外一邊了 就是 嗯 變成在 就是 以為是受害者的那一方 對 他一定也很不容易 對 很難過 所以我就覺得說 現在大家可能 在網路上面 而且現在 大家看那個 現在新聞媒體可能都一個大標 嗯 然後都很爽動 對 可是點進去其實沒什麼內容 呵呵呵 然後 酸民們啊 或是網友們 可能就是 也沒有什麼 就是大家好像中心思想都越來越沒有 然後思考能力好像越來越沒有 就會被一直倒 倒風向 對 在講述這樣的一個事件 第二題 我想起求學過程被霸凌 因為謠言一個晚上被揹了莫名的黑鍋 整整一年沒辦法抬頭走在戲上 就是 在求學的過程中被霸凌的事件 霸凌喔 其實我在學校也被霸凌過耶 我國中的時候是合唱團班 然後我那時候是 我們 我們班上 要考一個 一個術科 那如果你第一名的話 你就可以受到 當地的最厲害的鋼琴老師 教你鋼琴 然後是免費的 但我就考第一名了 然後我就被霸凌了 你說被其他就是可能 對被班上的說 所有朋友霸凌 然後你我最好的朋友 一夕之間 就突然 就不站在我這邊了 我當下是 很錯愕的 然後因為 我國二的時候 就跟我媽媽一起來台北了 我來台北之後 霸凌我的那一群朋友 他們其實 有傳email給我 跟我道歉 那我也沒有 當下 我沒有跟他們多說什麼 我就跟他們講說 沒有關係 我沒有放在心上 那我現在回想 那一段 過去 我會覺得說 其實我們在小時候 很多 不懂事的時期 我們做過了很多錯事 犯了很多錯 那都是我們 會經歷的事情 那他們可能也不知道 他們當時到底在做什麼 他們只是 可能是 也許是嫉妒 對 那他們可能現在長大了 他們可能會 覺得我當時怎麼會這樣 那其實你只要知道 你自己 沒有愧對自己 沒有愧對自己 然後 日久見人心 這一句話 我覺得 就好了 不用太管別人說你什麼 可是我覺得這個信念 其實源自於 你要夠相信自己 對 相信很重要 對 就是你自信心 或是你 夠相信自己 能做到 或是能相信自己 夠好 是很重要的 這件事情 或這個話語 其實任何人都 沒有辦法擠垮你 對 沒錯 好啦 那我們今天 很高興 可以跟家政有這段訪談 我也很開心 今天能量滿滿 好啦 最後呢 我們今天也會 就是選擇一位幸運朋友 然後 抽出這個親筆簽名版 然後詳細資訊 我們會發在底下資訊欄 那如果 喜歡家政的話 可以到他的 FB IG Youtube 等等社群平台 去Follow他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也別忘了按讚訂閱分享 那我們就 下次影片再見囉 拜拜 拜拜